今天您不能不知道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您知道什么蔬果是最没有农药残留的吗 农业部农业药物试验所近期公布了110年农作物农药残留监测 其中像是美生菜农药残留不合格率连续三年都是零 而另外呢就是龙须菜更是连续四年抽烟不合格率也都是零 至于在水果有率的部分呢带大家来看到则是柿子连续两年不合格率是零 专家就解释了有些蔬菜即使不用农药也能够长得很好 这跟它的种类还有环境有关系 到超市传统市场购买蔬菜水果民众精挑细选 现在还有号称最干净的蔬菜水果连年抽样农药检测不合格率都是零 农业部农业药物试验所每年都会进行农作物农药残留监测 110年的报告出炉 共抽样市面上8000多件蔬菜4000多件水果 其中蔬菜农药残留率为零的包含农虚菜 吃沙拉烤肉必备的美生菜 A菜蒲瓜还有椒白笋 其中美生菜连三年不合格率为零 农虚菜更是连四年都没被抽验出残留农药 有机认证的 从种子开始我们都不可以有农药 没有环境有关的 还有季节性有关的 白菜你如果是在冬天 你有时候都不用做农药 还是比较年 他们会有一个安全用药的观念 蔬农解释蔬菜是否用药 与品种生长环境和设备有关 至于水果农药残留率为零的则有葡萄 金枣 梨子 还有柿子 且柿子连两年不合格率是零 专家分析若是采套袋种植的水果 虽然费工但几乎不需用药 价格也比较漂亮 不管是农药检测率多少 酱叶菜类的部分就要一片一片的清洗 填胶这类型的话 它蒂头的部分也比较容易残存农药 我们就是可能要用小刷子去刷洗 至于农药残留不合格率排名水果类 第一名百香果不合格率超过一成 西瓜和木瓜也上榜 蔬菜类第一名辣椒不合格率 百分之二十点七 第二名豌豆和第三名包心芥菜 不合格率都超过一成五 营养师陈寒宇建议生鲜蔬果买回家 可以用流动清水冲加泡十五分钟 可以降低农药残留 记者要向于盖尔蒂台北采访报道